追求新的未知 專導師你在玩甚麼? 挺有趣的 因為我經常會從小禮途學習 我終於誇氣心肛 到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 《億字摺紙》的圖書 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 那我就接了幾樣東西 你猜猜這隻是什麼 看樣子有點像恐龍 對,那這隻呢? 這隻應該是鳥的一種 是條尾靠賊 難道它是一隻燕子? 對,那這隻又是動物 這隻有點難猜 我想不到,你開猜吧 這隻就是馬 是馬 啊,我知道了 這隻應該是青蛙吧 對,你放在桌上 caught 按按按按就可以動 這itta又是什麼花? 不知道 這個是玫瑰,最後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這是一艘船 對 我在圖書館借了一本書 就叫做《益智摺紙》 它裏面就教你摺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譬如會有一些衣服、恐龍、不同的昆蟲 好像榨蠻、蟹、或者其他的料理 還可以摺一些手式 譬如戒指、手錶、套落在手上 又可以摺一些可以動的摺紙 譬如噴射機、紙炮彈、魷魚飛機 甚至是火箭都可以摺出來 張老師就看了這本恐龍 學習了一隻恐龍 恐龍分了三個部分 有分頭部、身體和尾巴 最後要把三個部分合而為一 最好用白骨釘書機釘在一起 這樣就不會掉 我又看了玫瑰花這兩版 學習了一朵黃玫瑰 而你想學習的 是需要用剪刀的 中間是要把它剪一下 燕子也是 因為它的尾巴為何可以像交叉一樣 要把它剪一下 左右膠疊 然後中間也建議用釘書機釘一下 固定它的尾巴 而怎樣學摺青蛙 就可以看這兩版 最後可以用水筆 和它畫幾下 便畫了一隻眼睛 我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了 陳老師 如果你也想學多些摺紙的方式 就可以去圖書館借這本書來看看 又真的不錯 我也想學摺多些不同的東西 我不跟你說了 我現在趕到圖書館了 拜拜 陳老師 陳老師 要我還了一本書 你才可以去借的 謝謝 不忍衍 今年也有誤穿的 你們借了 Design 想像是 rough的 你的雙方 我們先自己買英雙方 有加速度 做個好 你不要 dib 我不要 想看 你連結